顶礼上师三宝,今天由墨学来串讲第39课 首先,在开始之前,上师强调了观无常在修行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无常观,修什么甚深广大的法都是不能善始善终 这是古往经来高僧大德们的亲身体验 而如果说修行要找到最关键的要诀 那作为修行人,务必就要一直有经验的大德,并遵循大德的教言 真正的高僧大德对弟子非常的慈爱 会将毕生中最有意义的教言传给他,以及获得暂时究竟的利益 最有意义的教言是修行不能从高境界慢慢下来 必须从基础一步一步次第上去 因此我们打好基础特别重要 所以上师特别强调大家修加行 否则即使上师传一些高深的秘法 你通过各种途径也是能够得到 但自相续终是不一定有相应的 第二部分强调了一切基础法中观修无常尤为关键 如果没有他修什么法都是不会成功的 在菩萨因落经中云若没有好好的观修无常 必定贪恋三界的荣华富贵 就像被秋风吹动的落叶飘无定所一样 随夜立之风流转于流道流回 感受各种各样的痛苦 那现在的世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受用地位财产 像水泡一样没有任何实质 还在一味的盲目贪执 觉得这种生活呢是极为快乐的 若真正懂得三界轮回的本性 明白死亡无常的道理 则绝对不会如此的安逸 那如果想要专修一个法呢 无常就最为重要了 伯多瓦格西说 修行死亡无常首先可作为进入佛法之音 中间可作为勤修圣法之源 最后作为证悟诸法等性之助办 那起初呢 一个人若修无常修得好 那可以先屈入佛法 若明白死亡无常的道理 就不会觉得来不及 很快的时间变回去修行 那在中间的时候呢 倘若无常修得好 就会成为勤修善法的助缘 不管是修慈悲心 菩提心归一惨重的境界 马上就会修不会脱脱的拉拉 那一个人修行好不好 关键在于相续中有没有无常观 修行过程中他也必定会很精进 最后呢 修了无常之后 最初入佛门很恳切 中间修行特别精进 最终证悟性 最终证悟法性也不会有困难 那历史上高三大德并不是无缘无故就开悟了 还是有一定的因缘和精进 在阿罕经中说 对世间一切无常诸法不应该去西求单着 要了知他的本质 对其产生厌恶心而舍弃 唯一追求解脱之道 倘若修行无常 倘若修行无常 最初也可作为断除此身神所之音 中间可作为舍弃贪诸轮回之源 最后可作为驱逐涅槃圣道之主办 那最初呢 修了无常 首先会断除对今生的贪值 如果没有观无常 不要说长期 就算短短几天 也会对亲友家眷放不下 地位财产名文利养舍不掉 那认为这些是至关重要的 那在中间呢 修了无常就不会西求轮回的安乐 不愿意转身到天界去 只会一心一意的西求解脱 最后修了无常 屈辱解脱就没有问题 因为你懂得一切皆是无常 无常皆是痛苦 而解决痛苦的唯一方法 就是医治菩提妙道 获得无上涅槃 故必定会为此而努力 第三个观点呢 是关修无常 可以最初作为生起信心之音 中间可作为精进之源 最后可作为生起智慧的助班 最初呢 刚开始因为修无常 会了知一切皆无实义 临此时 唯有三宝 丧失三宝能够救护自己 因而对其产生无比的信心 那中间呢 就是为了修获得解脱 特别精进的修持真法 最后通过这样的努力 在相续中生起 无我的智慧 或是残忠民心 渐性的境界 如果关修无常 并且能够在相续中 真正生起的人 起初可成为求法之音 中间可作为修法之源 最后作为政务 法性的助班 如果最初 如果最初 升起无常观 不可能天天 单指世间所事 必定会抛弃一切 前往寂静的地方 医治善知识 认真求法 中间呢 也会不断地精进修行 最后必定获得证悟 所以呢 现在很多的居士学佛 有一些完全是一种表面现象 只是报个名 领个法本而已 有些则学得特别好 最初文思修的一流特别强烈 中间的每个步骤 每个要求 都会认认真正的去执行 最终虽然不敢说大彻大悟 但对佛法还是有一定的认识 原来对无常一点都不了解 而现在能够彻底明白万法 是刹那变化的 没有什么实质可言 能了知这一点 也是一种开悟 有些人总以为 所谓的开悟必须超凡入身 但这对一般人来讲 有点不太现实 实际上 只要你明白 以前不明白的道理 知道以前不知道的功德 也算一种开悟 只不过是一种小的开悟 罢了 第五个观点呢 就是倘若修行无常 并且能够在相续中 升起无常观 则出使作为 铠甲精进之音 中间可作为加紧精进之源 最终可成为 无退精进的主办 那在这个观点上呢 最初如果懂得了 诸法阶位无常之后 就会将战士一样 入沙场前 先要披上盔甲 自己定会 披上精进的盔甲 发誓从今后 一定要好好地修行 中间呢 也会在实际行动中 必定会升起真正 必定会真正地去行持 而不是口头上 说说而已 最后呢 这种精进 永不退转 不像有些人那样 开心就去做 不开心就完全放弃 因为自己的心情 忙碌而改变 但怕 怕 怕 怕尊者曾说 如果相续中 升起了无常观 最开始可作为 步入正法之音 中间可作为 精进的鞭子 最终也能获得 光明法身 最初呢 如果升起了无常观 最开始步入佛门 有些道友也经常说 我如今之所以 能够在学院出家 是因为当初 发生了一些无常 中间呢 一个人 如果没有无常观的话 天天都会 懈怠散乱 而一旦观修过无常 就像有条鞭子在抽打 自己一样 修行呢 始终不敢松懈下来 最后通过修持无常 很快就能获得光明的法身 我们无常法 只要在耳边听到 然后对其进行思维 就可以断出轮回的根本 获得真正的解脱 倘若你没有升起 不加改造的无常观 经历在表面上求法 修修法 那则只能成为佛教的游子 那当你什么时候 自然能够觉得 一切都是无常 地位也好 财富也好 别人的评论也好 均无实在的意义 对这个虚幻的世界 不会贪止 就像大圆满修行人一样 境界中是任然明然 恍恍惚惚的感觉 这才是对无常之力 有了一定体悟 升起了不加改造的无常观 但他的尊者还说了 谁具广文 我曼高 修行好者 积财宝 谁依尽处多散乱 谁离故乡无惭愧 彼为形象修 彼为形象修法者 彼等喜爱造恶也 所以见到他人死 却既不然不知自将亡 此等一切诸过患 皆有未修无常之 那就是看看 如今的修行人 这一段说了 有一些呢 虽然广文博学 学问超群 可是傲慢性非常的重 有些呢 自称修行好的 修行好的舍事者 是了不起的大成就者 大上师 但这类的财富 比一般人还要厉害 有些人虽然 一指自尽的地方闭关 却想尽一切的办法 召集了很多的人 天天听录音机 特别的散乱 有些人离开了家乡之后 由于别人都不认识自己 顾做事肆无忌惮 毫无惭愧之心 具有以上弊病的人 都是形象的修行者 这些人喜爱造恶业 天天 尽管天天见别人死亡 却从未想过 很快就会轮到自己 这一切的过患 皆源于 没有修 无常观所知 无论是出家人 在家人 无常没有修好的话 不可能成为 真正的修行人 倘若无常观修得好 修什么法 都会成功 尤其是大悲心 也是依靠无常观而生 若能明白 路中论中所说的众生 犹如洞水月 刹那刹那都在无常变迁 离不开痛苦的本体 大悲心自然而然就会生起了 修了无常之后 就算你从来没有修过 从来没有学过佛 也可以找到正确的人生目标 观修无常 能开启一切修行之门 不管是事件人 还是修行人 修持无常都必不可缺 当然 这种修持 不能只停在表面上 务必要依照这些文字 去实地的行持 一位据士 曾向博多帕格西 请教消除恶元的窍诀 格西回答说 你应当屡屡思维无常 如果生起 如果生起必定死亡的唯一观念 那么禁除罪业 无有困难 奉行善法也无有困难 如若在此基础上 你能常常修持 并在相续中 生起此微信 那利益友情也不是难事 倘若在此基础上 再多多修持诸法 实向空性 而且在相续中已经生起 那时清静迷乱 也不会有困难 修行呢 分了几个步骤 首先第一点呢 是若再三思维 死亡无常 真正生起 无有改造的 无有改造的无常观 则断除了恶业 行持善法没有丝毫困难 那如果你无常修得好 行持善法一点都没有困难 遣除恶业呢 也会易如反掌 第二呢 就是在修无常的基础上 若能常常观修众生 沉溺在轮回中 非常的可怜 从而生起无畏的慈悲心 那么利益友情 也不会有困难 第三步 在修持悲心的基础上 若再不断地修持 触发实相 抉择一切都是空性 无物 那很容易斩断 对万事万物 迷乱执着 生起密法中 本来清净的殊胜境界 观修无常 慈悲空性 空性这三者 是 伯朵 格瓦西 给我们留下的教言 但这些一定要有次第 否则你先接受密法灌顶 而修空性 然后再观慈 观悲心 修无常 这样次第就不对了 所以大家应该注意 必须要从无常开始修 如来亚尊者不止一次说过 我无论看见世间如何高贵 如何权威 如何富裕 如何俊美之人 也不会生起刹那羡慕之心 而唯一注重谦卑大德的事迹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自己生起了少许无常观的缘故 因此我除了无常以外 再没有更修胜的教言传授给别人了 如果无常修到的一定的境界 你必定会淡薄名利 正如世人所说 宠辱不惊 去留无意 对一切都不会特别的贪着 我们修的时候呢 必须要具足三修胜 首先为了众生发菩提心 闭上眼睛好好祈祷祝福菩效 空性护法 加持自己一定要生起无常观 然后通过理论也好 实修也好 用各种方法调整心态观无常 最终升起无常观之后 要将此善根回向一切众生 总之务必要追寻 胜者前辈的足迹 尽心尽力 勤奋努力的修持 有了无常观的话 修什么法都很容易 不用上师拿教鞭天天管着你 也不用管家时时刻刻盯着你 你自然而然就会想修行 即使上师不让你修 你也会想方设法的请上师开许 我马上就要修啊 不然来不及了 人生太短 在无常瞬间 瞬间便会降临 你可否开许我 每天修一个小时 因此真正的修行人 对无常呢 是十分重视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串长